台中市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的园警 25号配合法院到政府路的一处社区 处理一件民事强制执行的时候 这租屋内的流行男子突然间情绪失控 时到攻击 导致两名园警受伤紧急送医 而市长卢秀燕听闻消息也赶往医院来探视 除了送上慰问金 也感谢他们善尽职守的应有行为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警方将流行男子压制在地上 在制服过程中流行男子还不断的反抗 导致园警脚踝被划上依然奋力制服 最后这名患有思觉失调症的流行男子被送往医院治疗 卫生单位列管的一个当事人 来做一个民事的一个强制执行的一个动作 那为了这个当事人患有思觉失调症 在警方上前时他手持双刀 对警方实施砍伤及攻击 造成我们警方的同仁在制服的过程中 两位同仁有受到刀伤的一个状况 警方表示这对租屋姐弟因为寄欠房租和管理费 遭到房东提告申请民事强制执行 25日远警配合地方法院到场执行 没想到作物处内的流行男子突然情绪失控 手持生育片长刀攻击远警 造成理性远警左脚被砍伤两刀 长达30公分身 紧急送医缝合后没有生命危险 市长陆确认听伍消息也前往医院慰问探望 昨天晚上开刀他回到这个病房以后 我有特别去探视他 一位理性的远警非常的勇敢 很年轻 为了维护我们台中的市民跟安全 自己因功负伤 所以我昨天有特别去慰问他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要对我们这些远警长期以来 守护台中的安全 解决市民的问题 向他们表示谢意跟敬意 那我们会全力的善后跟照顾他们 警方表示留难攻击远警后躲进屋内 立刻联络消防人员到场协助 破门攻坚 过程中男子手握利润持续反抗 最后成功被远警制服 将情绪部的姐弟 依精神卫生法长之送医 建神传台中仓报道 消防人员到场协助